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紹一款免費的夾娃娃機 首先我們先到APP Store這邊找 這邊打爪男孩 好 因為我已經在玩了所以我就是打開了 這款有娃娃機音樂蠻好的意思 然後不用花錢 你只要用花時間慢慢夾 比如說他夾好 像我現在開始夾他這腰桿做的就開始 所以準確按抓就好 這樣子他就會 開始計時 他離時間內 清完他就有清台獎 一個小時 還好 慢慢 這邊 上面 刷子 這個什麼刷子上面有什麼 重置機器 上面有解釋 0.0.0.0 之後他這個就是傳進入線 他這黃色這個就是錢 給別人 那你錢 錢多的話你就可以 直接把他 下面這三個 直接打開 他加一他就900 他就會直接打開 如果急急的要開就可以 要enge 謝謝 好 對 好 除了夾這個之後 夾到這三顆蛋 有沒有他時間到了他 他會有時候會隨機會開出 一些玩具 或者帽子 在這邊 像我這邊就是收藏 就是有 有開到他這個黑色的有沒有 沒有黑色的它就會變成一些玩具 玩具它就跑出來 這是一個收藏的概念 左上角這個 可以開了 上面有任務喔 你可以去擠 像剛剛我們夾了三顆蛋 時間到了 解開它會有 隨機剛好有開到玩具 第二個就解開了 這一台的娃娃機如果清台 就是清紅夾丸 它就會下面有一個 清台獎 在下面 完成所有任務就可以得到這個獎 然後這一個菜單裡面有一個 帽子 帽子它也是 也是清紅夾娃娃機裡面夾 慢慢夾它就會 開到的那個蛋裡面 就會隨機接鎖 還沒有開它右上角會有一顆鎖 就這樣 它任務 商店的話其實 不用花錢啦 這個遊戲 慢慢玩 這些如果你急著要開你 花錢也是 可以啦 在這個世界 世界裡面呢 就有好多 好多娃娃機 像我 從 從這一台開始玩 一開始新手會從 這個島嶼這邊開始 進去 然後有時候它錢會在上面 那個黃色在前面上面 你就順便夾一夾就轉了 然後 就可以離開了 那這個世界它有收集玩具嘛 收集玩具86 它有 總共100 可以慢慢收集 然後這個也是到100 它的迷迷 它這個我還沒解鎖 它會跟你講說 玩具要掉 到210個 210個 你就可以 開這個新的 新的玩話機 它的地 總共現在我已經三台了 再開一台 就有四台 就有四台 好 我們先進來 好 by bwd6 慢慢你這三格全開之後 你算是會慢慢累積越來越有錢 好 大概是這樣子 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右下角按訂閱 謝謝大家